《幸福发展》是行政长官李家超新一份施政报告当中的关键词 这一份以聘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为主题的施政报告 大家会给多少分呢? 大家好,我是就事件而吴志龙,欢迎大家继续和我时事说 施政报告代表着特区政府对当前社会的解读 更加代表着政府团队未来的工作纲领 只有对当前香港所面对的内外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解读 特区政府才能够制定出合适的公共政策 推动香港社会解决当前所面对的问题 同时争取未来更大的发展 经历过游乱及治之后,香港是否已进入游志及兴呢? 虽然疫情已不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但环球经济疲弱的大环境下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能量明显减弱了 金融物流专业服务房地产等等主要的行业表现乏力 就连零售业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除了经济问题,今日的香港还同时面对 人口老化、人财短缺 还有长久困扰香港的房屋问题、土地问题、经济转型等等 还有,在新政治环境下,政治教育国家安全 亦都成为一系列新的问题 当前的香港面对的挑战,施政报告 其实大部分都有提到 各位朋友又会比较关注哪几个方面呢? 或者我们今天先尝试探讨两个最核心的问题 人和土地 人是一切生产的最主要因素 人口老化和人财外流是直接影响香港的竞争力 无论政府是否承认都好 今日的香港确实是面对这两个重大的问题 其实人口老化对香港来说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政府的统计数字不止一次提出警告 2021年的数据显示 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 将会由当年的20%上升到2046年的时候 竟然会高达36% 也就是说2046年的时候 每10个香港人当中就有接近4个长者 人口老化的原因有很多 正面来看 当然是香港人的平均寿命持续在较高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的因素 就值得政府留意了 首当其冲 就是近年的移民潮 令到一批有专业技能 有财富累積的青壮年中产家庭 带上他们的小朋友离开香港 而在另一方面 香港对国际人才失去过往的吸引力 也是值得特区政府特别留意的 特区政府应该是认识到恢复人口竞争力的迫切性 李家超班子上任以来 开始抛出了抢人才的口号 新一份的施电报告更加将抢人才 抢到越南老窝这些地方 也同时鼓励本地居民要自制人才 也就是透过派钱鼓励生育 政策原意是值得鼓励的 但一不过的现金奖励对今时今日年轻人 鼓励生育有多大的作用呢 我是抱有怀疑态度的 毕竟生了出来 需要照顾最少20年 政府是否可以派钱派足20年呢 其实政府应该了解到 当今年轻夫妇推辞或者不愿意生育的主要原因 不是在钱那里 而是对未来发展缺乏信心 再加上社会对照顾儿童的支援不足 令到年轻一代在繁重工作的压力下 根本失去了照顾子女的信心 派钱鼓励生育牵涉到几亿元的公帑 与其简单地派现金 不如将这笔钱用在优化 甚至扩大现有的幼儿照顾网络 提升社会对照顾儿童的能力 这样一方面能够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可以解决社会对照顾儿童的需求 更加可以释放妇女劳动力 对解决当前人才缺失应该有一定的舒缓作用 鼓励生育当然是可以培育未来的人才 但吸引人才为当前所用是更加重要的 最近几年香港在吸引内地专才方面 成绩是有目共睹 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级的大都会 有需要吸引内地以外更多的多元国际专才 与其走去越南尼泊尔这些地方抢人才 特区政府是否应该更加积极考虑 如何挽留本地的人才流失呢? 这方面需要特区政府做多一点工夫去研究 想要吸引世界级的人才 房屋土地问题就一定要解决 因为香港人均居住面积 仅仅只有16平方米 即大约170尺左右 远远低于全球的标准 在亚洲,譬如首尔,新加坡和台北 这些先进城市来说 人均居住面积是去到30至35平方米 即大约人均居住去到300至400尺 条件远远好过香港 市民其他地方的人才 需要用更高的成本才能够在香港安居落叶 香港的吸引力有多少呢? 说到房屋土地问题 说得上是香港老大难的问题 近期香港市场受到环球经济因素影响 而出现疲态 市场呼吁楼市减纳的声音率非常大 最多人要求放宽买家印花税 认为能够带动境外资金买楼 刺激本地的楼市和股市 吸引更多资金流入香港 今次市政报告 亦是顺应民意抛出了一系列的减纳措施 但需要留意的就是 政府在放宽辣椒的同时 亦要留意如何平衡本地居民住房的需要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因为香港房屋问题 最具挑战性的地方就是在于 有殼蜗牛和没有殼蜗牛 几乎是各占一半 所以我相信政府的减纳措施 推出的同时 亦要密切留意市场的反应 否则为民政策成为了资金炒卖楼市 以牟利的空窗期 是容易苦心做坏事的 市政报告包罗万有 一集的时间当然无法一一去谈论点评 但我集中关注人口质量和房屋问题 这两个关键的问题 因为我认为这两个问题 对香港走出当前困境是最为重要的 各位观众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有其他的看法 欢迎在社交平台和我一起交流 今日的时间我们先到此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